城阙府三秦,风烟望舞金,与君离别意,同是唤游人,海内存之己,天涯若比林,无为在其路,儿女共沾尽,一闻微微长安,雄聚三秦之地,渺渺四川,却在迢迢远方, 你我命运和等相仿,奔波仕途,远离家乡,只要有知心朋友,四海之内不觉遥远,即便在天涯海角,感觉就像禁林一样,插到分手,实在不用儿女清唱,泪洒衣裳,赏西此诗诗诵别诗的名作, 十一位免误在离别之时悲哀,起句严整对账,三,四句已散掉相成,已诗转序,文清跌宕,第三连海内存之己,天涯若比林, 其风突起,高度地概括了友情深厚,江山南祖的情景,伟连点出颂的主题, 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颂别诗中的悲凉七窗之气,音调明快霜浪, 语言清新高远,内容独树碑诗,此诗一席往昔诵别诗中悲苦缠绵之态,体现出诗人高远的志向, 豁达的情趣和旷达的胸怀,成雀扶三琴,逢烟望无尽, 却,是皇宫前面的望楼,成雀,指唐的帝都长安城, 三琴,指长安附近观中一带地方,秦墨项语曾把这一带地方分为三国, 所以后世称他三琴之地, 辅,辅,辅佐,可以理解为护卫,辅三琴,意思是以三琴为辅, 观中一带的茫茫大爷护卫着长安城, 这一句说的是送别的地点, 封烟望五金,五金之四川省从贯县以下到尖危一段的岷江五个渡口, 远远望去,赶见四川一带风尘烟矮,苍茫无济, 这一句说的是杜少福要去的出所, 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 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 诗的开头不说离别, 只描画出这两个地方的形式和风貌, 诗别的情义自在其中了, 诗人身在长安, 连三琴之地也难以一眼望尽, 远在千里之外的五金是根本无法看到, 超越常人的势力所及, 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 黄河之水添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忆, 从何园只看到东海, 徐汤来口取江头, 万里风烟金锁秋, 从三来只看到长安, 该是运用夸张手法, 开头就展开壮阔的境界, 一般诵别诗只住眼于厌语, 扬知, 泪痕, 久战不相同, 与君离别意, 同时唤游人, 彼此离别的意味如何, 为囚观漂流在外的人, 理想背景, 已有一重别墟, 彼此在客剧中化别, 又多了一重别墟, 其中真有无限奇测, 开头两句掉在高昂, 蜀对经言, 愿为深沉, 队友不求工整, 蜀赞, 固然由于当时律师还没有一套严格的规定, 却有其独到的妙处, 此时形成了起伏, 跌宕, 使人感到脚腰变化, 不可端腻, 第五六两句, 境界又从狭小转为宏达, 情调从七侧转为豪迈, 海内存之己, 天涯若比林, 远离分不开之己, 只要同在四海之内, 就是天涯海角也如同近在邻居一样, 一寝一暑又算的什么呢? 表现有意不受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阻隔, 是永恒的, 无所不在的, 所抒发的情感是乐观豁达的, 这两句因此成为远隔千山万水的朋友之间表达深厚情谊的不朽名剧家具, 协为两句, 无为在其路, 儿女共瞻尽, 两行诗贯通起来是一句话, 意思是在这即将分手的岔路口, 不要同那小儿女一般挥泪告别啊, 是对朋友的叮咛, 也是自己情怀的吐露, 紧接前两句, 于己高峻处忽然又落入舒缓, 然后终止, 拿乐曲做比方, 乐曲的结尾, 于最积乐处戛然而至, 有的却要拖一个尾声,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